他出现速度快 他身高必长 他更多的 对 利用我的腿把侧了 小机会后腿还去侧踹 然后加强躲闪 胡斯科路沙 竞争也很快 而且王伟浩好大 这双方啊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对 抱腿 这种就 还怕喊停了 胡斯科路沙 这个是不允许抱腿的 怪不允许下前 主动的抱摔 但是那个 从这边看着 王伟浩在比赛里面 看着 胡斯科路沙 突然在打步的 我用裹闪 但是我用反击的速度 很快的拳马 从这点可以看出 今天王伟浩的战术安排 是非常有针对性 今天的场上裁判 是来自伊朗莎莎 伊朗莎莎 伊朗莎莎 这个应该是在 搏击类的 类台上 还是有一定灵气的 胡斯科路沙 把这个王伟浩 逼着角落里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 自己的杀手锏 特闪很漂亮 这儿冲过自己的躲闪 威则允许 是吧 我不跟你说 这个反击打击反击 打赢击好大 好 双鸣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对 你看王伟浩 在最后的十秒钟的 战术应用 打得反击的战术应用 是吧 你不是说在场面上 胡斯科路沙占用 我主动筋 我跟你划解掉 我通过我的移动 这边你打不着我 然后我抓反击 从这点时候 他的战术的应用 非常得好 双方第一回合 坦率讲 我个人呢 感觉到 胡斯科路沙 也是无愧于 非洲冠军的称号 一上来啊 利用他自己 所擅长的 腿法和拳法 来进攻 开道 在比赛 开始一段呢 应该说 还是占了一些便宜 但 王伟豪真的是 名如其人呢 这个可以说是 目标宏伟 豪气冲天 面对 非洲猎豹 这个快节奏的 凶悍的进攻 王伟豪是方式不乱 而且 加强阻散 加强迎击 如果说比赛 整个 第一回合 从体印象的话 我请愿把 胜利的分数 第一回合 给王伟豪 是 他的战术应用被打 就是战术的素养比方 靠脑子打出 你虽然你的 身高必长有力量 素质有快 但是我的第一回合 我能打进去看 我通过一段 通过我的战术的素养 我划线你 一定要注意前提 而且对手的 这个后手的摆拳呢 也是极机杀杀性 这场比赛 有火星撞地球 应该说真的是 漂亮 哦 对方是 聪明的 用一次西部的进攻 对 因为刚才他 那个谁 胡斯科拉看到这个 王伟豪有一个下潜的 进腿 好 有第三点支撑 有第三点支撑 这样 可是 这位裁判呢 没有判这个 胡斯科拉倒地 应该说刚才 这是一次 如果按照中国的 我们的 这是属于成功的 你有第三点支撑 对 但是我们采用的是 WL 世界自由搏击的 竞赛规则 他含用过分支 那么像这种 先后倒地 总统倒地 没有得分的 这就是散打和 自由活动区域的 就倒地 除非你是重击我 对 用全体的重心 就有明显的这种杀伤力 王伟豪现在打得非常的冷静 我感觉到现在打的 现在王伟豪已经是 在细心上已经打出来了 而且这个王伟豪呢 来自这个少林 打过不是谁叫 他的外战水平很高 打过中一对抗 打过中内打过中德 对 不行的话就抱在一起 没关系 让对方那个近距离的拳反 无法施加 他的威力 你看 他现在就不给这个 胡斯科拉拉距离 让你胡斯科拉打不着我 这是聪明之处 对手的这个 前后手的交叉直拳 还是要注意防 现在王伟豪呢 在进攻当中啊 要加强连续拳的进攻 对 他有自己的单拳的重拳 但是连续拳的 没有 好的 你看又是一次单拳 好的 这应该是一次戒腿身 戒腿身非常漂亮 这个应该是给对手扣分的了 那么这个 这一手这次倒地 要被扣到两分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一局 王伟豪至少应该能够以 三分的这种优势 三分的优势在这一局里面取胜 现在王伟豪要注意防什么 就是在力量上 我肯定不如你合作的 那么在这种比赛当中 我们反击一定要坚决 而且要是连续的进攻 连续进攻 打得更坚决一点 防对方的拳阀 防对方后手 因为对方现在呢 在得点上已经处于明显落后 这方肯定呢 这时候组织兵力全力反复 所以这时候要防止对方 有非常规的战法 因为这个 胡子哥鲁莎 他自然很先进 身高必伤 出行速度 漂亮的 正好这方一起腿 单小支撑 那么刚才面又是王伟豪 漂亮的一次 后手直拳 我们讲的 一起腿 单边就空了 你没有重心了 正好打你的 痛当 我认为啊 这个胡子哥鲁莎 只在比赛的 第一个60秒钟 占的一点点小小的甜意 当时气息上感觉到 非常的凶猛 但是呢 从双方的比赛 随着战军的延伸和发展 应该说王伟豪 真是他的打法 就名如其人呢 是啊 但是要不要小视 这个胡子哥鲁莎 他毕竟获得过 武林峰 70公斤级的肩腰带 他的耐力非常好 来自非洲 他的耐力非常好 他从第一季到第三季 我们看不出他的体能 下降这种位置 根本不会 你看不着感 他的还有一个优势 一个特点 就是耐力车 我就看第三季 王伟豪的体能怎么样 能不能领悟他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季 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都在看这个 我们河南内视 带给您的 武林峰全球工作盛典 划您之作 这也是世界自由搏击 它叫LF的 巅峰之弹 八人对决 有四名中国的武林高手 与来自自大洲的武林高手呢 展开电风对决 同时在中间 还穿插有一些 可以说在功夫当中 享有很高名气 和很强实力的 明星对抗赛 当然美女半英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家弟们 也对比赛 增添了很多的亮点 这在比赛当中 我们前面已经几次强调过 比赛的每个回合是十分 如果遭到对手中击的话 像刚才一次被击倒 这样被扣两根 当然要求倒地 有幅度 而且还要有力量 也就打得要脆 有刷伤力 最后要看 在美局里面 谁的胜的分数多 几小胜没大胜 当然也会有直接KO的场面 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 这是八人赛的第一轮的第三场 中共有事王伟豪 从非洲冠军 无私中途上的第三季比赛 哇 我们看到场上的裁判 这个三楼说 你的接嘴赛要一次发力 不得二次发力 不能二次 刚才明显的 刚才王伟豪 接抗以后呢 有二次发力 上弓拳 这手机脑 这手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支撑体能了 开门再给他多秒 四 五 五 再来看 就是这个上弓拳 一直动得非常漂亮 数到了八 托斯科路沙已经恢复了技能 对 接住继续打 这是王伟豪会朝圣追击的 但也不要掉以轻心 好的 在利用组合选 看见 我就说胡子哥俩的耐力非常好 你看 通过短暂休息上前的 他看起来开始反击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这一点应该说重点提的非常好 你看 确实对方那种表现 出回我们预料 他咬起来 看能够坚持到这种情况 好的 王伟豪 正面迎击 现在需要王伟豪 头脑要冷静 打得清楚 只要能够 注意打迎击 对方体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好的 这时候 不要以为 这个胡子哥拉不行了 因为对方已经是被乔哥 扣出两分了 这时候你要保持 对方开始 还是要杀伤 还是要杀伤力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对方刚才是自己紫文老地 看得出来现在对方已经可以说是鼓注一致了 漂亮 张才如果利用我们武林封这个自由国家规则的话 虽然袭击可以 但只能一次 张才像这个胡子哥鲁莎两次袭击 应该是要被劝告 被要劝告 对要劝告 如果你宣布止的话三次 要被扣分 只能袭击一次就要吹开 就是说两个人传到一起 只能用西部攻击对方 对只能一次 不能连续进攻 因为这毕竟不是纯戴权的比赛 我想胡子哥鲁莎现在眼前一定是幻影游动 这时候王美豪要利用什么办法 我虽然挺 但是要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你用一种 千万不要下潜 千万有十大进攻 千万不能下潜 对 打了就跑加强蹭神 而不是向后退 好 听到星期一声音声 这像是胜利的号角 王美豪已经是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这场比赛 王美豪完胜 从此个路上已经知道这场比赛 他只能俯首称臣 王美豪真的名如其名啊 他已经在武林方六战全胜 六战全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参半员 三十比二十八 二号参半员 三十比二十八 三号参半员 三十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方胜 第一轮的三场 胜利者 中国勇士 王美豪 接着目前我们 轮的名额 那么他们将在天王克劳斯 和最年轻的小将十八